就是如何取得我们现在电脑的年月 就对今天的日期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除了用today之外 其实底下你可以再列习另外函数 你可以用什么 另外一个函数叫now 有没有 那today跟now当然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你会发现结果在这边是一样的 不过如果你把这个日期格式化 把它改一下 像我刚刚再改成按右键 你可以再把两个选择 如果你把那个日期改成什么 日期加时间的话 因为这个日期里面没有时间 在时间这边有年月日 加期间几分好了 OK 然后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是today的话 它只有记录到那个凌晨12点 就是没有时间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是now的话呢 那它里面就会帮你记录 除了年月日之外 还有10分秒 有没有 还有ampm 相关的讯息 所以未来如果你将来要计算 如果你要取得电脑的日期 单单日期 你就用today 如果你还需要时间的话 那你一定要now OK 这个部分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呢 格式部分 其实日期跟时间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它表面上看到的跟实际上里面储存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其实你另外再把储存按右键 出现了格式 如果你把这个日期改成什么通用格式 也就是说呢 你不要加日期也不要加时间 然后它按确定之后变成什么呢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也就是说把 那个日期 跟日期时间的打回原型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 OK 其实你会发现 根据官方的说法 如果你在这边输入19 比如说你在这边输入1900年 1900年不是191 1900年的1月1号的话 那这个日期的话 基本上哦 你如果再把它改为通用格式 通用的意思是说把它改回 它原来里面真的存在Excel里面的资料的话 按确定哦 那它就是1 那也就是说呢 日期这个格式 基本上储存的就是一个数字 只是说它透过格式 帮你把年月日分开 让你看到这年月日 但实际上它存在Excel里面 它会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特别是哦 它是1900年1月1号 就是第一天 那也就是说呢 到今天为止哦 就经过了43,815天的意思 所以明天的话是多少 43,810多少 16嘛 哦 在后天再加1就对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哦 实际上哦 在日期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 哦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底下很特别 哎 它为什么呢 还有小数点 好 跟各位讲一下哦 这个后面的小数点哦 基本上就是时间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24个小时就是1啦 OK 所以呢 一个小时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所以呢 除完之后应该是有小数点 有没有 所以像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是等于是 7点哦 7点所以是从凌晨嘛 那应该是24小时字的话呢 那就19 所以反正除完之后啦 它就会得到的就是0.79303 它可能取到第五位 它其实后面应该还有 只是它可能就取到小数点的第五位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以后的话呢 背后哦 实际上跟背后不一样 OK 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 所以以后哦 日期的计算哦 还蛮容易的 如果是计算两个日期相当几天的话 互相减 减完用 通用就可以了 但是比较麻烦就是计算月跟年 因为每个月的天数不一定一样 还有每一年的天数也不是都365 如果年的话多一天哦 OK 所以基本上要怎么去计算年跟月 比较麻烦 计算天比较简单 OK 那再来的话呢 譬如说 我们再把它改回来好了 改回原来的 那可是如果做今天 我希望怎么样 我这个格式既然已经知道 那我如果今天我希望把这边的格式 改成 这边的格式的话 民国年 然后点 两码 跟周期的话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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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